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随着市场的繁荣 整个房地产越来越蓬勃发展 尤其是Condo的市场 占到整个市场的份额由以前不到30% 这些年逐渐的不断提高 以至于现在超过了40% 像50%这种比例去迈进了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物业 应该说是都在非常好的location上 从南到北 应该说从湖边 陆续的我们会介绍到 大多是北部的卫星城万锦 这一系列有五个Condo Elean其实一直对Condo很感兴趣的 所以今天可能她会有很多相关的问题来问一下 我们今天想介绍的第一个物业 是由City Concord Edex这家公司 兴建的City Place 它的地点是15号Fort Yor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上 它处在Satana和Front Street的交口上 地的位置是非常优越的 从这个地的位置向北边 就是著名的唐人街 走到南边很近的距离就到了湖边 如果你对湖边的生活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傍晚到湖边散散步 它的东侧就是著名的CN Tower 包括Roger Center还有家行中心 附近的很多的酒吧 还有一些服装店 很适合这种快节奏的城市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大楼内部 这个单位的一些照片 大家看到了这就是它的厨房 厨房还是很整洁漂亮的 那么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是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景观 因为这个单位处在42层上 所以能够远眺很好的湖景 好 正好看到客厅了 那么如果你经过一天 这个紧张的工作之后 回到家里 在这种落地大窗之前 看看美丽的湖景 将会是一番很好的享受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其他的图片吧 OK 这个角度看上去也非常漂亮 我不知道Alene对这种景色 是不是感到很有吸引力 对 现在在多安多 像这种湖边的景色 是非常难得的 是 这个楼我们大致说一下 它的年龄只有三年薪 整个有42层 另外里边整个大楼 有差不多429个单位 里边有很多设施 包括聚会厅 健身房 有很大的室内泳池 另外它有室外的天井 包括棋牌室 有这种台球室 乒乓球室 当然还有客房 这个楼还有一个 其他特别著名的特点 就是它有一座空中花园 在27层上 那么里边有很多设施 包括厨房 有温泉 能够给室内的这些住客 提供很多优质的服务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 第二间物业 Condo的这个价值 我们经常说 Location Location 那么我们第二间介绍的物业 就是一个在 著名的Location景点上 它正处于整个城市的中心 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55号Bloor East 正好坐落在央街 和Bloor的这个交接点上 那么它正好处在 两条地铁线的这个交叉位置上 所以说这个地点呢 是非常的 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这个物业的东侧呢 大家都知道 是有很多酒吧呀 这种商业活动的这种地方 它的北侧呢 就是著名的Rosedale 这个豪宅区 西侧呢 就是多伦多大学 可以步行到多伦多大学 南侧当然毫无疑问 也可以走到这个湖边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室内的一个厨房 它这个厨房呢 不像通常这个单位里 一个Open式厨房 它相对来说呢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厨房 这是一间其中的客厅 这个位置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Shopping非常的方便 对 在Bloor上呢 有很多著名的那个服装店 都是些知名品牌 这是客厅的另一个角度 像这套房子 现在房龄大约有多少 这个楼呢 房龄是十年了 它的叫价呢 是37万5 有两房 两位 朝向呢 是朝北的 我想请教一下 在过去十年里面 像这个房子增值情况 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像这间物业呢 它现在投资回报 大约每月有2300块钱的样子 过去十年呢 它的这个增值情况 和很多号子的增值 是基本相一致的 那么如果说十年来的话呢 增值应该在70%到80%的样子 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东西 对 那你是不是想看一看 Condo中的这种百万豪宅 是什么样子 非常像 OK 我们将要这个介绍的第三间物业呢 就是一个价值129万的 Condo 那真的是很贵 是 我知道像你们这样 年轻的专业人士 都追求一种 这种Lifestyle 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生活 Condo呢 正好是应用了这种要求 很符合这种专业人士的这种生活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